字幕提供 不少觀眾望穿秋水的Rosewood Hong Kong 桂麗酒店下午茶 我和朋友終於都試到了 不是有心想拖大家這麼久 而是一位難求 好,開片 字幕提供 除了Rigis瑞吉酒店之外 Rosewood 桂麗酒店這個頂尖品牌 都終於落湖香港 成為桂麗酒店集團的旗艦酒店 無可口非的,始終集團 是由鄭氏的新世界集團管理 我葉歸根在香港 起動旗艦店都很應該 酒店的原子是 新世界中心,比倫洲際酒店 得天獨厚的 林海地段,可以說是將 觸手可及這麼近的維港 都一纜無遺 酒店樓高65層 外觀時尚而不失優雅 看似一個垂直的莊園 穿過這條別致的走廊 好像和外面穿樓不適的 繁囂外界慢慢隔絕了 進來大堂的感覺是很溫馨 沒有了大多數酒店那種 大堂是以超高的樓底 再加冰冷的大理石 營造出來的那種高貴 但有似乎距人千里的感覺 這裏是溫暖柔和的燈光 暖色系的裝修風格 像是回到家多於去酒店 我想多了個分別就是 這個106點精英藝術品 例如這個 新價過千萬的大文獎 這個維港新地標除了提供酒店服務 也提供服務式的住宅 Rosewood Residence 中文很好聽 它叫貴麗府帝 它是月租的形式 當中最低消費 即以最入門的單位為例 470多呎 即是40多平方米 還要是開放式的 月租每個月 57,000元港幣 起 這裏約有一間房 一房單位800呎起跳 月租9萬元 起 至於想像下 三房單位 乃至於頂層複式單位 有私家電梯那些 哈哈 剛剛那些都是提話說說 來看看這間酒店 穿過這個內廳 來到吃下午茶的地方 Butterfly Room 是一個很優雅的空間 進來好像自身是一間 很精緻的歐洲Café 也有點像一間話樂 酒店的一大賣點是海景 但可惜這裏 雖然沒什麼景觀可言 但勝在這裏的裝修佈局 搭救 如果這裏不是在地下 而是在二樓三樓 相信這景觀會好很多 這間Butterfly Room不大 但桌和桌之間空間十足 用餐位置充裕 坐得很舒服 這張背殼造型的椅 也很有藝術感 也為這間裝修典雅的餐廳 增添一點活力和少女心 但坐起來 我都覺得沙發與綿綿綿 舒服很多 朋友帶女兒過來 酒店也提供了 小朋友專用的膠餐具 很有心思的 值得一讚 來看看這餐牌 Ean分量一下午茶是720元 連加一平均每人要400元 都算是目前貴住全港的酒店咸茶 分了兩輪 由下午2點吃到4點 和由4點吃到幾點酒都可以 我們選了4點的時段 先喝一口茶 茶的下面是有一盞蠟燭保溫 茶葉都是好東西 沖了幾次味道依然這麼香濃 另外想說 這裏是有別於一般傳統 三層層架形式的下午茶 而是以5個Cross的形式 由咸點至甜點逐樣逐樣上菜 這5個Cross的下午茶第一道菜 就是我轉的這個 咸點塔 每人有6款一口size的咸點 當中有個小插曲 就是我們叫了一個二人份量 和一個一人份量的下午茶 但酒店很慷慨 他給了兩份full size的咸點塔給我們 換言之 我有12件咸點在等我 第二道就是這個 樣子看起來很色彩繽紛 很開胃的彩虹三文字 買上真的滿分 假如你不想叫一套 你想選單點的話 這裡有好幾個好像珠寶店 裡面的陳列櫃 裡面的甜品在閃閃發光 很會吸引 大多數都是$68一件 有很多款的蛋糕 雪巴 Gerato 等等 任君選擇 雖然出場次序排第二 但他的樣子真的很像一個頭盤 所以先來試這個 這麼有心機的彩虹色三文字 他不同的甲層分別 例如蕃茄 牛油果 紅椒等等 買上而言是沒得輸的 但這樣的配搭 我覺得不太配搭 但我反應是一個挺新鮮的嘗試 至於鹹點那方面 我轉了一圈之後 我發現這個似乎是最格格不入的叉燒酥 先試一下 老實說挺有驚喜的 更加驚喜的是一個這麼西式的下午茶 竟然零零射射有一件叉燒酥出現 試完這件中式點心之後 就試試這個松露撻 出乎意料是蠻好吃的 還要撻皮可以鬆脆才好 這份蟹多士 上面是有些魚子醬在上面點綴一下 鹹鹹鮮鮮的味道相闊相成 做得蠻好 多士也焊得很脆口 在我還跟這12件鹹點搏鬥的途中 就上了第三道菜 就是鬆餅和麥特琳 鬆餅配合Croda Cream 橙醬和士多啤梨醬等等 我一直都覺得鬆餅一定要趁熱吃 這是至關重要的事 向來我也認為鬆餅是整個下午茶的靈魂所在 看這個頻道的朋友一定會明白 這個靈魂的水準是相當之好 首先它夠熱 牛油一抹下去很自然就化開了 入口很鬆軟 奶香十足 是想吃完一件又一件那款 我覺得好的鬆餅 是可以做到入口綿而不漏 過後的口中還有奶香的餘魂 為於保溫 我們也意識到這個 裝鬆餅的碟應該是有餘熱過 它還是暖的 這些細節位就十分見名之注 香港雲雲那麼多酒店的下午茶 裡面那麼多款鬆餅 好吃到令你肉霸不能呢 我自己覺得只有文化東方 半島和近期的兩個後戲之秀 分別就是瑞吉酒店 和這間桂麗酒店的鬆餅 我講的時候是分了次序的 因為在我心目中 文化的鬆餅配上它獨有的玫瑰醬 始終都是無可取代的 另外順帶一提的就是 這個一口份量的麥德琳夜刀 都蠻好吃的 不錯的 吃完鬆餅就繼續吃回我的鹹點 這個棒棒糖造型的其實是鴨肝 加上表面有一股薄薄的一股車梨醬 底是一個很脆的餅 它很濃味濃味到足以蓋過你之前 口中的所有味道 帶著這個魚韻就去吃 最後的這個就是煙三文魚配魚子 偏鹹 份量十足很飽兔 甚至可能分分鐘這種鹹味和飽兔 感覺是剛剛那個鴨肝順然下來的 吃完前三道之後 就現在上第四道了 它和聖Rigis一樣都是用Trolley的形式 推車仔 這就是Pastry Trolley 一共有六款 我們因為有三個人可以選擇當中的四款 其實我覺得不論是睡覺酒店 還是桂麗酒店都好 兩者不論是味道、水準、服務水平等等 其實都好不相百種 甚至以下午茶上菜的形式都好相近 而且都是剛剛近這半年才開的酒店 所以假如大家有興趣看看睡覺酒店的體驗片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看現在 由唱國彈出來的連結 我覺得需要獨立說一說這份拿貨倫 真的很好吃 它表層有一點焦糖的那種金香 有趣 好味正 至於這個開心果湯實在太膩了 裡面的慕斯 我想不用我形容 看不到你都已經爆了一半 最後這個蘋果湯都一般 主要是餅底太硬了 最後一道就是這架Confessionary Trolley 它整架車全部都是朱古力甜品 這一刻我看影片當然是流口水 但當時我們三個看到眼睛都凸了 因為實在太飽了 三個都吃不下 好可惜 所以拍給大家看就算了 假如有朱古力的愛好很棒 那你真的要小心點 不要太快吃飽 或者要求看看可不可以skip了Patreon的部分 或者調一調的次序 這兩架Trolley的高餅和甜品 我可以不斷補充 所以可以理解成就是人均400元 可以吃到高餅甜品的自助餐 這樣想真的好低好低 我們由4點坐到6點半左右 聚員好好它完全沒有說吹我們的意思 這裏在馬克會變成一間巴 最有興趣來尖嘴附近chill一下的朋友 都不妨可以考慮一下這裏 環境氣氛我覺得是相當之好的 這樣流水式可以吃到這麼多款 政治美麗的甜品糕點 還可以不斷補充 再加上恰到好處 有善有禮的服務 所以Rosewood是絕對吸引到我會再來的 可能下次來的話我會單喊就算了 因為真的太飽了這次 好了這條影片到這裏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喜歡這個系列可以讚我 分享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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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囉 vr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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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